探索超级溶洞将军洞的难度究竟有多大 80年代法国探险队员在此影恨西北是何原因 洞内的第三层之洞至今没有影像资料 这一切的背后是否藏着今天大秘密 今天我们将披荆斩棘尽最大努力探明将军洞所有洞到 带出影像资料供大家一起见证 喀斯特地貌的洞穴之美 今天我们要探索的就是这个宜昌超级溶洞 捕风将军洞 传说洞内共分三层洞到之身无人探明 相传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三位法国探险队员在此与命 今天我们量力而行 能干多生干多生 话不多道干他 这个洞口特别的宽阔 上下的高度接近20米 左右的宽度接近40米 然后这老百姓在这里因地制宜建起了一个小型的砖厂 他就是放了小型的农机在里面 所以最开始入洞有个几十米车子是可以开到这里面来的 我这时候把我的座器放到这个洞口 然后我们一行三人进入洞里面一探究竟 看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好看的风景 有些什么样的遗迹 将军洞插洞比较多 这是第一个插洞 进洞口大概十多米 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要达锚点才能上去 这是第三个 可以看到这里明显分成了几个 这第四个 然后这边第五个 现在我们决定 搞这个洞 这个洞因为看上去很优深 然后我们从这个河里过去 这边有很多支洞 我们接下来一一探明 这个洞是连接的一个天坑底部 不是很深 那个洞刚才也去看了一下 也不是很深 好 出发 这个洞枪看起来非常的高 上面还有水滴下来 可能也是一个天坑的底部 我们现在进去一探究竟 这里有人切了坎子 哇塞 这里是个洞中洞 支洞无数 这上面有个二层 可能是从这里上去的 我们先干二层 盐壁上面插了很多的香的签子 不知道这是祭祀了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随着这个前沿往上走 这里有当地村民搞的一条管子 要注意一点 别把别人的管子给搞坏了 现在上第二层一探究竟 哇塞 这第二层的这个洞道 刚好容一两个人这样直立行走 哇塞 我们这时候到了一号之洞的这个悬崖 就是在洞口 看到这个悬崖上方的这个洞 这里可以看到我的摩托车 看到没有 我的摩托车就在那里啊 我的天哪 这里下去可能有一个二十多米高 也就差不多跟那个大洞口的洞顶 是平齐的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去往第三层的洞 跟哪里走 这边上去的话要打锚点 我们还是尽量找一个能够直接攀爬上去的 因为打锚点会破坏这个山体 好 我们继续寻找一下吧 这个不愧为宜昌超级溶洞 这个洞腔特别的宽阔 我们刚才是从这个下面上来的 然后没想到跟第一支洞会合了 这时候已经上到了第二层 我们马上去探第三层 可以看到这里的洞腔上下的落差超过了三十米 好了完美 现在已经抵达洞了第三层了 这时候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洞到了第三层了 传说将军弄了第三层是很少有人能够上得来 但是我们上来了 决定先从第三层开始探起 这边有很大一个洞道 那边是一个窗户洞 它也是通到了刚才第二层出去的那个窗户上面 然后这时候就去里面一探究竟 好了出发 哇 这空间也太大了吧 这是典型的503面的分支 这是属于典型的喀斯勒地貌 所以这里的洞腔会非常的大 这整个洞腔系统不知道绵延多少公里 我们这时候继续往里面前进 这个下面有很多古迹有碗吗 有碗 有青花植碎片 然后这前面有个洞道看起来非常的深邃 右边是个相对平坦的洞道往里面前进的 这边有青花 这个就是古迹碗 因为它这个翘起来的角度不一样 跟现在的碗 然后这边还有陶罐碎片 这里应该是个灶 不知道里面是不是熬消的痕迹 你继续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钩这样出来 这里有非常漂亮的石头 这个应该是马脑之类的 好 我们继续去碗主动到 这边有很多碳保者到访的痕迹 这个地上被挖了很多坑洞 这个一定是有人在这里用碳车器寻过保 这种行为很不文明的 这种行为很不文明的 太可惜了 如果是没有挖的这些坑洞 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洞最原始的样貌 好了 不多休息了 我们进到洞的深处去移探究竟 这里有很多古墙的痕迹 那边应该是个水井 这就不是普通的销洞 这个是明显有人类居住过的痕迹 这个不是销洞 我们也要主动到前进吧 哇 这里雾蒙蒙的 感觉很银声啊 这时候听不到任何别的声音了 只有我们走路的声音 连蝙蝠都没有 哇塞 哇塞 这里喷成了两个都不知道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水流出来 看那个地上有很多这个河方的沉浸度 然后这边还可以弄到比较小 那边有水流 好像有什么声音 我们先从这边把这边动进球一点 那边感觉有点恐怖啊 我们家伙在走那边 哇好漂亮的猪肉丝 快来快来 现在也动到变得非常的矮 进入现金 天呐 这里怎么这么矮啊 难道要瀑布前进了吗 哇塞 这边变成了几个洞道 这都是死洞道 只有一股涓涓细流从里面流出来 这个洞道的镜头 没想到上面还有一行字 沙泽浚到此一关 这个应该是09年那个时候的产物 这明显是沙马特的名字 不多纠结了 我们去探主洞道 好滑啊 这个沉浸土在这里 不知道 在这里 留存了有多久 因为上面它很特别滑 必须小心一样 不然一根头板在这里 那就不好了 这里面还有野兽祖国的痕迹 这边动到变得好矮 我们去前面看一下 看里面是个什么光景 哎呀哎呀 这个头盔撞的磕磕响 这前面 前面是个坍塌的树井 这没什么看着 死洞道 这边这个洞道也是跟那边的洞道相连的 嗯 直径不够20公分 这个第三层已经被我们探明了 也没有其他洞道 好了 这很少有人到访的 这个将军洞的第三层 我们算是探到头了 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垮塌的树井下去的 应该就是 这个水长年洗刷呀 然后这里 这边的这个洞道 经不起这个暗河的冲刷 然后从这里塌方下去的 这个将军洞的第三层我们已经探明了啊 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探明土洞道 但是这一集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现在下一集探索主洞道的 别忘了点点关注 感谢大家观看了 喜欢户外的别忘了点点关注 拜拜 马上更新下一集 为何三百年前百年轿选址乌江牛鼻洞设立山寨 是因为错终复杂的洞口结构 还是内部的天然地道一手难攻 当地牧羊人说起此洞唏嘘不已 所以里面是百年轿四个人的哈 蛮深 这个不透突 它还深了 还深了 还深了 哦 这儿曾经警戒过没有 警戒过没有 我都没警戒过他 我听他们说警戒过的 里面还蛮黑人 多黑人 你走起来 你那个灯都不亮了 电筒都不亮了 电筒不亮了 很深 很深了 这不透突 一头缺氧气了吧 那么此洞的大量陶瓷用具 隐藏了多少秘密 今日随我进入乌江牛鼻寨 易窥端倪 有专业的向导带路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旅途了 不会太困难 你们拍到 里面有刺猬啊 向导说里面他发现过刺猬啊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两个洞 就是这个白点叫牛鼻寨的洞口啊 我们刚才用无人机看了一下 里面有城墙啊 据说上下有石层 往上爬五层 往下爬五层 好 我们干了 你看这 一个奇石 奇效玲珑啊 这不是在里面全部都都空的 我靠外面看的好像个土鼻子 咱们继续前进啊 向导说前面这种石头还很多 那等一下我给你照个照片 好 还好看一点咯 哎呀这个手机 太拿紧了 照出来不好看 黑去去的 那你买苹果13 那照这种最漂亮了 我买不起啊 啊 这个没事 你看我这个 你在哪买呢 刚好拼多多为了配合开村大触销 特意拿出一部分库存做秒杀活动 不用拉人拼单砍价 还支持全国联保 国行正品 现在数量有限 快速抢购链接 给你们放视频下方了 你赶紧点链接抢吧 那太好了 快来快来 什么 到了 哇 就在这里啊 我的天 这就是我们刚才 无人机看到那个中心点啊 那边还有个洞口 这时候我们是进到左边的鼻孔 我们马上进入一探究竟 哇 这边有城堡 可以看到 这里是古城墙啊 这明显是人工马器的 可能在曾经 这里是有一道石门 它的宽度差不多是一米三 但是上面没有衡量了 有可能已经被损毁了 看到没有 对对对 有一个圆形的风孔啊 我的天 这里应该做的有个越街 是一个富士结构 好 话不多说 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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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走 我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 两个大鼻孔 这就跟我们养的那个老黄牛一样 它那个绳子可以从这里穿进去 然后从那边拉出去 这就是牛鼻寨啊 下面还有一个小树井 这边有一个窗口 我们看一下 哇 这个缝可能只有二十多公分 哎呀 感觉晒不过来啊 哎呀还好 我这个身体比较苗条啊 这个土墙呢是采用的黄土和这个泥沙 合并而成的 嗯 哦 这个下面是一个裂缝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 哦 这里有个树井 哇 真的是七条玲珑啊 我说白年跳在这里选址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考究 因为这里面非常好躲人啊 是一手难攻的好地方 下面呢就是乌江 现在队友阿智过来了 你要反过来 反过来 卡住了 注意他的臀部啊 他刚好从那个凹陷处 这样卡的 这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个裂缝 那边有几个树井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 然后我就准备进到洞道深处去移探究竟了 在那里有个白年的标志啊 看到没有 那个中间呢就是他的花围 然后周边呢有散开的白年花 这个有可能是人工雕琢的啊 然后呢这个左边呢就是这个流鼻寨的主动道 我们这时候就进去移探究竟走出发 咱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洞道非常的狭窄啊 而且没有什么人工修着的痕迹 就说明更多的人为公司啊 已经在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迎来了很大一个洞窗 然后呢阿智同学已经在左边的洞窗 上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蝙蝠 我们这时候就上去移探究竟 走出发 这个白年叫牛鼻寨了 根据当店老人所说啊 在这个洞窗的深处了有一个树井啊 树井下面说有白骨生生的这样一种场景 我们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看到那一幕啊 大家 持续关注 小心一点 持续全力 上面可以看到很多蝙蝠在飞 我从这个下面上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哇 好多夜明山 这个夜明山也是一位中药啊 它就是这个蝙蝠的粪便 夜明山的上方呢就是很多蝙蝠挂得像灯笼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蝙蝠进出的一个窗口 可以看到外面的光束 右边这边 是一个坛口 然后 没有其他动道了 这边没有其他动道了 就是上来看了一眼蝙蝠 好 我们继续回到那个主动厅 探索右边的动道 好 下去 可能那个竖井就在山里跳的那个后方 咱们就去探索右边的这个动道 去里面竖井搞一看 看看里面是啥子样的环境 先把这个包背好啊 哇 这边有很多人走过的行间 这也是一满洞的这个夜明山 但是这个走到了 是被人清理过的 这个时候要到处看一下 有没有别的动道 这上面有这种血色的物质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个洞厅非常的高 哇 能要二十几米啊 这中间 还有这个正在生长的蛋黄石 哇 漂亮 现在山里跳的在那边 发现了一个竖井 咱们去看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看到没有 被人掏了一个大坑 这我们在之前的那个周家寨里面 也看见过这种场景 就是挖了一个倒洞下去 然后这里面 大家看 这里面被人拦了有一个院子 这种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要动里面的石头 有可能会挖到什么东西 看一看 这里有一个小洞道 但是里面没有更深的洞道 看这种碗 这个鱼很好看 天青色的 天青色的烟雨 而我在那里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完整的 我们进去前进 山里跳在穿装备 拿出了他的八字环 准备下入竖井去移探究竟 走 咱们继续前进 现在我就下入这个竖井下面去看一下 下面是什么样的环境 可以看 从这个竖井降下来了 这边呢 发现了一个 生锈的菜刀 咱们继续前进 哦 哼